今日的AT个股推介是康师傅322 减选原因是港股进一步回稳 恒指短期如果首稳在23,600点 有望上市24,500区 传统价值板块轮动 食品股被受追捧 看好具加价能力的康师傅 原材料占康师傅整体成本大约四成左右 随着塑料、中旅游、铝等商品价格 至2021年10月开始见顶回落 以及公司已在2021年第三季 对大包装和中档面食的产品加价 相信康师傅第四季起毛利率有所改善 公司昨天收报16.6升了百分之夜 策略上可以在16元附近吸纳 目标是看18.8跌穿14.8就要减持